有請阿吉塞 阿吉塞你好 大家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桃園的林小姐 她很愛吃蒟蒻 有高纖維啦 吃多的又不會胖啦 她說蒟蒻有一個辣味 她說要入味的時候 都沒辦法入味 所以蒟蒻要入味實在是很難 沒問題啦 不難啦 今天你看我們的節目就沒問題了 到底是要怎樣呢 好 我們現在先來看看 這就是我們蒟蒻買回來的 我們這裡有幾塊 我剛才有說 它有鯨子的成分 是 鯨子最鹹兩顆不鹹 它鹹什麼呢 這個鹹這個油 它會開始化水 現在這個化水的中間 我們有兩個功能 很好的就是說 讓它清水 清水之後那個草片味 會水到水粉會流去 雞味就對了 雞味會流去 第二項 是因為我們現在用鹹在鯨子的時候 鯨子爆出來 它裡面就要吃鹹 吃起來比較不會鹹 柯基師 你是怎樣 要把豬肉這樣 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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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刀 對啊 最主要就是說 劃刀衣 它每一塊 是不是有一順一順 我們用鹹在鯨子的時候 它的鹽度 鹽味滲透 比較容易 你像我剛才 我沒有這樣切 是不是整條好像過了條 你根本你吃不進去 吃不進去 你鹹要吃進去 酒 將時間 這就不算 我們是用途子的方式 所以說你稍微切一切 切一切 不要緊 你只要不要切回去 有刀一刀一刀 有一刀 灰溫出來 你用鹹肉鯨子的時候 不管你鮮也好 不管我們鹹肉 現在要放在鯨子裡 都一樣 很容易入味 讓它炒香味 很容易釋放出來 我現在稍微先 先用一點鹽 是 噢 剩一點鹽 鹽料比較鹹的 沒關係 其實阿基先生有說 那個鹽 最怕就是 第一什麼 給你們猜 有你聽不懂 鹽 第二什麼 油 我跟你說 削多久不清楚 但是一定要削到水分 我們要求證一個什麼 求證一個就是說 水讓它跑比較多 你看這樣是不是 全都跑出來 觀眾朋友看到嗎 它的菌水都跑出來了 跑出來了 現在喔 我們現在菌水跑出來了 我們現在這水滾了 鮮過的這個 水裡面 把它放下去沙一個 噢 不用洗嗎 現在就是正常洗的意思 噢 但是洗的中間要了解 洗的中間 因為要給它裡面的鹹度 會這樣吃下去 你可以再放一點鹽水 不要緊 因為這個時候 你不用煩惱說 它的粉絲骨裡面會真正 噢噢噢 現在只有滾的 我們勾起來 湯一下就好了 我們重點就是 要煮那個鹹味 那個草花味把它灑掉 不過其實 你放這個鹹 它不會太鹹 不會鹹 怎麼說你知道沒有 因為膳食纖維 它本身 它這個鹹 其實它抗炎性很重 它抗炎性很重 有什麼抗炎性很重 它會不斷的吃水 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要在北方 水不要讓你吃 要讓你出來 要讓你出來 現在這個灑燒 你不要再去沖冷水 噢 炭燒的時候 我們現在把它放在容器裡面 是 芹菜我們現在很便利 和風醬油 什麼的有沒有 是是 是 來 你先把它沖下來 上面還有芝麻 是 不要緊 你先把它沖下來 是 來 菌菜煮給它 哦 來 你把它泡在裡面 哦 醬油香氣都出來了 柴魚的味道 對啦 你說這樣吃不吃 來 我們剛才看的 有沒有 是是 來 我們剛才切的豆子 刀紋 都跑出來了 哦 這樣它就特別的入味 對 其實我們在熟的時候 要是多久呢 啊 兩種改善 是 一種就是說 你如果趕快要吃 是 味比較重一點 但是 熟水不出來 不好看 豆油加熱一點 哦 味比較重一點 譬如說我們再加一點 什麼香菇粉啊 好 豆油漏比較重一點 是說 我們剛才有在鍋子 在沖的中間 水不要那麼多 水裡面 我把它放一點豆油 讓它去滾一下 高起來 這是一個方法 對 第二的方法就是說 我就沒關係啦 但是我真的要吃 我又不想吃這麼鹹 當然你要下去泡一下 泡一下 泡的時間多久呢 我們差不多補充 四十分鐘這樣來 放在冰箱 這個時候 吃冷的時候 很好吃 軟又Q 所以說 這個東西可以冷藏 是 不能冷凍 不能冷凍 冷凍以後 它會潮味開始流汗 不吃的 裡面有翻車 我們冰箱 讓我們的洗鍋子 採過保 這差不多 希望這支 你有看到喔 今天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也謝謝我們的 神奇偉大的阿基師 阿基師謝謝 各位